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文思不需要学那么多 只要能够虔称的念佛 完全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当下 我们是一个对这个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然后就是很用功的去念特别的虔诚 但是这个虔诚可以包持到多久 这个就不好说了 如果以后我们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 会不会发生东摇 或者是我们对这个净土的法门 会不会产生一些疑问 所以就是我们也需要一点点这个文思 是很好的 因为有了文思的话 就是以后对这个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或者对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心愿 都不会受到东摇 不会有什么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 所以有一点文思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有邦法罪 物无间罪 物无间罪呢 平时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造这个物无间罪 但是邦法罪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是念金刚萨多 念这个百字鸣 是对往生是有帮助的 所以念比如说十万边 然后再去修净土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刚才这位师兄提到的一样 比如说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是有一颗非常虔诚的心 然后特别特别的香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个 就是只需要两个 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对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是坚定不移的行性 这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发自内心的 非常非常的向往 非常的向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有这两个条件 其他什么条件不具备 都可以往生的 但是如果这个一辈子都能够维持 这两个条件的话 那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子 所以这个净土发门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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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